大家好,我是Stan 姚嘉宜的出身的苏晶将要Solo出道的消息 登上了演艺新闻的热搜 10月16号,根据韩国一家媒体独家报道 苏晶因被指控校园霸凌退出姚嘉宜的停止所有演艺活动之后 直到去年7月,苏晶开设了个人IG 开始与粉丝们分享她的近况 而在停止演艺活动约2年8个月后 苏晶与先生经纪公司BRD签约将在10月以Solo出道 因为目前网上有很多证据 都是证明了苏晶当时并没有所谓的校园霸凌 所以很多粉丝们,部分网友们都是希望苏晶能回归 但是也有部分网友们认为 那些证据都是假的 甚至表示根本就没必要去看 认为苏晶就是霸凌加害者 粉丝们只是在护航而已 所以这个消息马上就在喊网音起了热议 拜托,不要让霸凌的人出现在萤幕上 虽然不是护航 但现在有霸凌争议的爱豆也在活动 运动选手演员都在活动 所以我想过他也会回来 结论就是,支持霸凌人的粉丝是最大的问题 只要在网上稍微找一下的话 就能看到很多测心点说的话前后不一致的证据 这些连看都不看 只是想抹黑的房间里的法官们 仔细想想应该会很委屈的 真正有霸凌的人都在进行演艺活动 现在只有有很多证据证明 不是霸凌的人未能回归 就是这样,只有受害者很委屈 不过就算有做错 反省了两年六个多月的话 是反省了很久吧 我不是粉丝 才两年较久 我也是霸凌受害者 那噩梦般的记忆都过了十年十五年也无法忘记 当时他们的眼神气氛气味 我都能记得 看完新闻去看了一下IG 竟然有228万的追踪 150万点赞 有这么多粉丝们支持 霸凌演员们都不反省后马上就回归 他都已经退团了 这还不够吗 他很有才能 真的想要再看到他 没有不能回归的理由吧 霸凌证据一个都没有 苍兴奈的谎话也被曝光 这些算民们只是嫉妒 有能力的孩子又要做idol了不是吗 又不是逼着你作者让你听歌 你不听就可以了 最近就算国内出问题 只要有庞大的海外粉丝 就能这样回归 KPOP已经不是国内用了 目前在韩网 负面的评价还是比较多一点 所以 对于苏金的回归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一个消息是 一位NG1的粉丝 在推特上传了这样的内容 这是一个偶然拍到的影片 因为连我都觉得太可爱了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看 我对别的idol没关系 Only NG1 可能是觉得什么话都不说的 我有点神奇 Toyang这样看我了 Toyang看到拍摄的人 什么反应都没有后 觉得应该不是自己的粉丝 所以就非常恭敬的点头说了 안녕하세요 一开始用怀疑的眼光看着 然后以礼貌打招呼 实在太有魅力了 尽管这是之前的影片 但我最近反复播放了500多次 啊 最近好喜欢Toyang啊 这真的是很有魅力的影片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想一直看 我还不认识这位idol呢 对我的粉丝亲切温柔 对别家粉丝礼貌待人 可爱 太可爱了 之前在上车的时候 保全用手做保护徒步的动作 那个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他上车后 却用非常甜蜜的微笑 对保全说了谢谢 当时就觉得他真的很有礼貌 太喜欢他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